据中新网报道,北京时间12月26日,中国营养学会专家在中国营养学会主办的研讨会上指出,使用有问题的数据和不恰当的统计学方法将导致不可靠的结果,以该结果做出的一定是不可学的结论。 专家称,柳叶刀发布的这一研究存在可疑数据,结论极为为严耸听。能引发如此争议,发表在柳叶刀上的研究到底说了些时夭? 媒体早前报道称,这是一个名叫前瞻性城市农村流行病学的研究,2003年到2013年研究团队针对13、5万来自18个国家35岁至70岁的成年人,主要是体力劳动者,用问卷记录了他们的进食情况,调查心血管疾病方面的死亡率和饮食之间的关系。 研究主要得出四个观点,第一,这高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会增加总死亡率的风险,第二,脂肪的摄入量可能降低总死亡率的风险,第三,高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可能降低中风的风险,第四,总脂肪,饱和脂肪,不饱和脂肪,和心肌梗死,心血管疾病的风险,没有相关性。 事实上,柳叶刀杂志还发表一篇评论,认为这项研究挑战了健康饮食的定义,但关键问题并没有解决。 说的简单些,这项研究除了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之外,还有宏观层面和围观层面的局限。 专家总结,发表在柳叶道上的研究可以作为一个科学观点或一个科学猜想,但要完全应用到试剂,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路要走呢。 专家指出,在个别欧洲和北美人群中获得的研究结果,显示限制碳水化合物摄入的可能一处不适用于其他种族群体,如中国人。 据悉,在中国营养学会推出的居民膳食宝塔中,日常食物被分为五层,其中主食类占据最底层,摄入量最大。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以骨类为主,成年人每天应摄入骨类食物250至400克。 主食都有哪些来源? 中国科学、科普部、中国营养学会组织编写的膳食与营养提到。 在中国,主食一般,植骨类食物也称为粮食,最常见的是大米、面粉及其制品。 主食的主要营养特点,以淀粉属于碳水化合物为主,含一定量的蛋白质但含量不够高,且不属于优质蛋白。 脂肪含量一般很少,除非烹调食额外添加油脂粗粮。 杂粮是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,是B足维生素的重要来源。 主食为食药对人体很重要,膳食与营养提到。 只有保证膳食中有足够多的主食,才能避免摄入过多的动物性食物,避免热量过剩和脂肪过多。 必须镜需要提供断气使您的